大家好,我是小紅毛 有對陰陽眼可以看到另一個世界 有時還可以跟朋友仔溝通 千奇百怪 想聽我跟朋友仔的日常故事 記得按進來 啤紅加花麻麻,上載 上一次談到不要在路邊撿東西 因為如果你撿到那樣東西 有靈跟著的話 以後他就跟你日以繼夜 相對24小時 成為同居物友 但是今天 我講的故事剛剛好相反 配角 是一件玩具垃圾 被人拋棄之後 一直有作為主角的靈守護 堅持不讓人撿走他 似乎是等著某個至親回來 故事開始 發生地點是元朗 那時候我經常去農地種田 沒必經過田主的家 在他家前面 是一個垃圾堆 長年有人談到工業廢料 和生活垃圾 搞到冤崩難仇 每當我路過的時候 都會習慣掩著鼻 加快腳步 更加不會理他有什麼 直到有一天 怪事發生 那天下着毛毛雨 又是經過那裡 無意間 我發現垃圾堆裡有一件玩具 他竟然吸引到我 一隻被拋棄的毛毛熊 老實說 有點髒 不過之前應該都幾貴 他肥嘟嘟 上身深啡色毛 屁股毛灰色 從他身上使用的痕跡 估計他有回到一年多 我拿上來看的時候 背部穿了個洞 勉強用線亂回 不過手工很麻麻 那個開口已經爆了線 裡面的白色絨毛都跑了出來 他最有特色的是 身穿一件手工織的空背心 還有戴著一頂空背 前面瘦了個英文字母 B 有點像超人空前的S標字 不過衣服和帽子 都沒有用針線聯在一起 只是用一個黑色頂夾夾著 是以前老人家很喜歡用的那種款式 正當我在幫他檢查傷勢的時候 突然之間 這爛鬼熊竟然懂得開口說話 Hello, how do you do? 突然間飆了一句老式的英語問候 What the f... 我一聽 嚇了一跳 我鬆手的時候 那隻熊仔自己掉到地上 然後滾了一輪 當時那隻熊仔在地上 懂得說話 猛話 好痛啊 好痛啊 見到這麼奇怪的事 我自然下意識摸一下自己額頭 除了證明沒有撞邪之外 還看看自己是不是日光日白發夢 那隻熊仔在我大約兩米遠的地方 動都沒動 只是還在說話 還說到微飛色舞 不過又好像語無倫次 你是誰啊 今天下雨有沒有帶傘啊 那把傘都不知道去了哪 我記得好像是黑色的 不是 我記得了 是咖啡色的 是三傘送給我的 不過現在 真是不記得誰送給他了 陰光 成人沒有記性 前幾天 這裡有人開一輛死人車 那個肥佬的大貨車 開到好像坦克車那樣 整桶水被他潛起了 搞到啤熊全身濕了 沒辦法啊 這樣開車 想害死人嗎 一輪機關槍式的自問自答 我開始的時候 都是聽得一頭沒水 不過最後都成功歸納到以下的內容 那隻熊叫啤熊 好像有把傘 一直在這裡 整濕了個心 等等 等等 等著 我突然想到一些東西 我慢慢走過去 地上撿起把爛掃把 作為防身 然後走近啤熊附近 走了個圈 看看發生什麼事 果然 我發現了 靈出沒 即是有靈在這裡 我往垃圾堆另一頭的公廁方向看 終於被我找到他 是一個阿婆的靈 坐在一張舊式白仙桌上 在上面玩搖搖板 她當時笑笑口地看著我 和你眼看我眼 我差點情不至今 想說一句PK 不過又馬上收口 心想今天遇到個這麼奇怪的事 之後可以寫下來 阿婆原來叫花媽媽 是我之後才知道 她自己在這裡玩搖搖板 你問她怎麼玩 她坐正在白仙桌上面 將桌會自己左右傾斜 每次動的時候 她就順勢由一邊滑去另一邊 由左邊滑去右邊 又由右滑去左 全程將桌移動 她就移動 那個施梭被她露人家 玩到出神入化 每次她差一點點 就滑出桌邊 最危險的時候 她又會停在半空 等一陣又滑入桌 我看她表演 全場眼定定 講到武器了 下星期再講